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走勢,看到恒指今天就是高開了,高開之後他就回落了一點,然後就開始拉陽足 回落了一點都沒有跌穿上星期的底,都沒有跌穿上星期的底 那應該要是,看到這個是日線圖,日線圖看到STC在上面超賣區跌了下來一層,兩層 跌完兩層之後呢,金叉應該都是比較多的空間可以上去70以上 所以就應該會是,開始那個,鮮浪在這裏 那就是說上個禮拜所講的那個日線圖這個C浪,要走這個C浪 A在這裏,B,C,那走完這個C浪呢,現在是跌五個浪,那才再破頂的 那就是這樣的看法,那看一下今早上Patreon分享的圖 那看到日線圖,那都是這個看法,都是A,那條233MA,應該說是89MA 那做了A轉B,就用那條89MA,那現在去做B轉C,那就是用那條233MA,下面這條 那今天也是跌到它的跌穿了少少的那些位置,那跌穿就沒問題的,跌穿是看好的,收穿在下面呢,那才是看淡 那所以一跌穿就是看好的最好的時機 那就,一站了兩次,站了一次,站了兩次,那這些位置就三次轉向,那這些位置可能兩次,那就轉向了 那看看現在的即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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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是1小時圖,那1小時圖就像是走一二三四五,那5就還沒有破過三頂的,那看看4小時圖是怎樣 4小時圖就是,那看看那日線圖,那日線圖就是站著這條233MA,那這樣 看見這裏陰竹的跌下來,跌到這一支就已經縮得很細,竹身縮得很細 通常這些位置就是快轉向的意思,再加上下面有一條MA233MA,做到轉向 做到轉向之後,看到STC都是金叉 那應該會上回那個水線,那個MACD浪呢,上回那個水線 它在這裏繞了,已經繞了三下,一下,兩下,三下,那就上去水線的機會都很大 那也都看回裡面的調整浪,那譬如說看這裏,就像是走了一個ABC的 那這裏是A,跟著B,跟著C,所以這個頂都大機會升穿的了 那如果看回剛剛的小時圖,也是像5浪結構的,看到1,2,3,4,5 那看一下它,升完這個5浪呢,應該會配合回美股 那譬如說,納子呢,就去到一些高位,再升高多一點應該會有的調整 那這裏,所以它走到1,2,3,4,5之後呢,它都應該是去到某些位置 那看一看,可以嘗試去找一下這個,阻力位的,那 那看到應該可以用1浪去找一下,可以 那5浪呢,可以跟1浪比較回 那因為3浪都比1浪長過1浪的1.618倍 那就這樣看下去,應該可以去到1,9,8,1,1這些位置 那這個應該就是那個5浪的阻力位了 那但是如果說,究竟這裏會不會真的有個調整呢,才去2萬1,600那些位置呢 那如果是怕數錯浪呢,那都可以,就是這些都可能要,就是可能會出現的調整,都可能要捱掉它 那這樣才可以是,最終可以捉到這個大浪 那這裏呢,現在數著那個浪呢,就去到21,600 那這個是一個A,那這個是一個A B的A,B的B,現在走B的C 那B的C呢,就會是,去21,600的那些位置 那就是個A浪的,A浪的70%那些位置 那去到21,600幾之後呢,才再出個C的 那然後才再破頂的 那所以現在就是,都是這樣的看法 那現在去到一個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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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就完了,B就完了,那C1的,進入了C1 那看他C1是做成怎樣的 C1都還是洋竹,暫時看,暫時看,全部洋竹 那這裏是C1的,C1的1,2,3,4,4 那哪裏1,3都沒有延伸 那不知道5會不會延伸 那5有權延伸的,可能1,2,3,4,5 那都可以,都可以的 那可以找內浪之間的比例 那拿回這個MACD浪和這個比較 那看看他一些阻力位 那這個小5浪有機會去到哪些位 那看到小5浪呢 應該19,841這些位應該可以去到 因為他暫時站穩1比0.5 那他暫時站穩1比0.5 那應該可以去到1比0.618 即19,841這些位都應該可以升穿 那如果站穩再進一步看19,965 即接近2萬點那些位 那如此類看吧 看看他站穩哪個比0.618 那都是C1而已 那要留意去到某些位 他可能會做C2浪 那才上 那暫時短線呢 都要是升穿這個頂 還有應該就未必這麼快完 有可能會是 去到可能剛剛所說的19,800幾那些位 就是這樣 那這樣 那就 那就 那就看一看 那就看一看 那看上陣指數 那看上陣指數 那2浪 那2浪之後他就 那這裏應該在醞釀3浪 那3浪的1 那3浪的2 那準備出3浪3 那3浪2可能會走一些比較複雜 還有比較長的都可以 其實整浪都可以的 那去到某些位置 又有升穿這裏 突破 站穩 收穿在上面 那應該是3浪3 那3浪3 那所以暫時 只要沒有跌穿前面這個底 那都是看好的 都是看他 就是會差不多出3浪 那看看道指周囚 那看看道指的周線圖 那周線圖 他之前在這個位置上去是1浪 接著是2浪 接著是3浪 接著是3的1 3的2 那1 2 1 2 那應該是上個星期收了羊竹 那應該是3浪3 那會升得多的 3浪3 那會升得多的 那所以就看一看 看那個日線圖 那這個位置是1 那這個位置是1 那這個位置是2 接著是3浪1 3浪2 那正在走3浪3 那3浪3裡面的2 可能就會調整一會 那才上 那所以這些位置 就可能調整一會 那就會上了 那就量一量 那3浪3 那3可以去到哪些位置 那應該可以去到35,1 那就可以 35,191 因為 再對上一個 級別的浪 那3浪 都是比較高位置 所以可以 看12.618 都可以 由這個小浪去量 那就是看2.618 35,191 那些位置 然後看一看 納子的走成 那看看納子的東西 周線圖 那看到周線圖 它應該走 對著 對著 1,2,3 對著 1,2,3 對著 1,2,3 15,231 那就是這個位置 是1 然後這裡是2 然後這個位置 然後就開始了3 所以就看15231這些位置 這個納紙 它會是中間有一些調整浪 這裡掉下來就是一個調整浪 某級別的4應該就 這裡就是1 2 3 4 要破一下這個頂 破一下之後 如果它是剛剛所說的浪是這樣走 就是周線圖 它在走這裡的1 2 3 那它就 它這個破頂之後就 未必會有一個大的回徒 就是說它未必會做這裡的1 2 3 4 5 A B C 這樣就未必 因為它這個大一個級別的浪 就上面比較多的空間 上線空間 所以這裡可能1 2 3 4 然後5的1 2 3 4 5 然後這個5浪裡面的5浪 又分1 2 3 4 5也都可以 就是它裡面的紫浪會不停延伸 直到去到一些大級別的浪的一些阻力位 這樣才會開始一個稍微大的調整 所以 數一些細浪 現在就未必說太準 反而可能會量一些比例 看著15231 比例可能會比較實際 可以看看黃金走勢 看看黃金走勢 看看黃金的走勢 看看周線圖 看看周線圖 看看比例會不會有些特別的訊號 那如果根據一些比例 它就收了在這個1比0.5以下 那如果這個訊號是真 那可能會去到1941才上 那但是 這個不是100%是這樣的 這樣看法 因為有時候也會有些假訊號出現 所以 就很好看 現在究竟是這個調整會分多少浸 究竟是這裡一個W S 跟著這個Y 那究竟是Y 即兩浸調整是究竟完美 足夠沒有 如果W Y 如果都未足夠 那可能要調整多一浸 那就分了做 SS 還有那個Z 那到時那個Z就會真的跌到1941 那些位 剛剛說到 1941 就是還有一陣 那才破定 那這一陣Z浪會不會有呢 那這個都比較難說 要看裡面這個浪的走勢和結構 那看看它 這裏 這裏就比較像是 這裏是比較難說的 它可能是一個1 2 3 4 5 5失敗了 那都是一個的 推進浪 這裏是一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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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第二个就是由这个位置开始的1,2,3,4 接下来有个5的5的1,5的2,5的3,5的4,5的5 这是第一个的看法 第二个看法是因此第一是下跌1和下跌二 現在準備進入下跌三樓 主要都是這兩個看法 如果一仙川5月10號的頂頂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一仙川就取消了 剛剛所說的看法都會取消 就要看他到底能不能站得穩50% 如果這個位仙川的話 我看到暫時未升川 暫時未升川 都是看破這個64元這個底 看看美元指數 看看美元指數日線圖 之前說到這裡是走一個平台浪 平台浪的A 平台浪的B 接著這裡就是平台浪的C1 C2 C3 C4 C5 這樣就結束了 ABC就結束了 應該就要跌穿底 跌穿底就會離好黃金也離好股市 這樣就看一看 這樣就看一看 蒜尚前綸 現在變成1.618 也限延ave它 接近1.618 這個地板也等一搭 看到就是1.618的位置 所以現在都像是會跌穿這個64元這個位置 啊跌穿這個 是 跌穿前面那個底了 4月13號那個底 這裡呢這個是平台浪 平台浪完了之後就會跌穿這個底了 那美元指數就是這樣的看法 跌穿這個底呢它是會走一個1 2 3 4 5 這樣的跌穿 那看它什麼時候收羊竹了 如果收羊竹就是個2 今天如果這支收羊竹呢它還是一個1的 下跌1 那再彈完之後再下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裡 喜歡可以給個讚訂閱Youtube 也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也都可以考慮轉回Youtube的會員 或者是Patreon的會員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